一站有一站的遇见,一城有一城的风景 前两天趁着春节,我参加了高中毕业二十周年同学会 大家兴致很高,不仅专门建了一个微信群 还提前好几天讨论聚餐地点 可真等到同学们坐进了包厢,看似热闹的聚会 中间居然几度冷场,偶尔有同学说起多年前的酒事 大家齐声笑了一阵,接着就是漫长的沉默 整个屋子里,弥漫着尴尬的气氛 到散场时,大家起身告别,仿佛都松了一口气 曾经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我 为何那么多曾经很好的朋友 到头来只剩下相识一场 看着走出包厢的老同学们各奔东西 我的心里好像突然有了答案 一,这场同学聚会,我最想见的人是小石 他是我的发小,从小学到高中 他都跟我在一个班上 我们每天结伴上学 一起排队打饭 还因为抄作业一起罚过债 在其他人眼里 我俩的关系好得像亲兄弟一样 直到高考那年 我们的人生突然始向截人不同的方向 我考到上海读大学 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合资企业上班 他没有考上大学 从此留在父母身边 每天一起帮忙摆摊卖菜 我们天南地北 各自一方逐渐少了联系 聚会这天 我俩先到了商城门口 相视一笑后却不知道聊些什么才好 其他同学大多还堵在路上 我提议先去商场一楼新开的星巴克坐坐 小石嘴角抽了抽说 果然去了大城市就是不一样 三四十块的咖啡随便喝 我赶紧白手解释 公司楼下有咖啡厅 平时客户来访 都习惯在那里接待 才说两句话 就把我记忆里的那个小石鸡得粉碎 而在后面的酒桌上 我们也尝试找些话题来聊 但总是感觉聊不到一起 他不懂我的生活 我也不再理解他的世界 聚餐结束后 我喊他一起坐车 他却白白手说自己骑车 转身就消失在了街头 想起警示通言里的一句话 人间之头 各自成流 各有渡口 各有龟州在要好的朋友 也会因为不同的际遇 在岁月的渡口 使进不同的河流 哪怕把昔日的老同学 重新聚在一起 也只是给彼此图天烦扰 作家颜真想在同学会上 跟旧日的死党唱句 结果当了老板的死党 被排到了上座 仍是普通职员的他 被排到了门口 企业家葛文耀兴致勃勃 加了老同学的聊天群 结果只收到一句句 以葛总开头的讨好和奉承 人到中年 不见就有 同窗的情意 经不起人生海海 过别多年的同学 相见不如怀念 彼此的生活早已格格不入 让记忆定格在轻松岁月 也许才是留给彼此最大的尊重 二 看过这样一幅漫画 参加聚会的老同学们 有人追求地位 有人崇尚金钱 有人只想过着平淡的生活 三观早就不在同个频道上的同学 尽管坐在一起公愁交错 也难免感到万分疏离 意大利画家皮斯特莱托说 社会是一面镜子 能够照亮人们心中最真实的自我 同在校园里时 同学们都把学习当作唯一的目标 彼此之间无话不谈 步入社会后 大家各自有了不同的追求 不同的际遇 刻意的重逢也变得话不投机 只剩彼此脸上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高中时 我也有几位形影不离的朋友 毕业后偶尔聚在一起 我就把自己正在写作的事 告诉了这几位朋友 结果他们一个劲地劝我 趁着现在有时间 多考几本证书 以后好找工作 他们的话仿佛一盆冷水 瞬间浇灭了我所有的分享欲 这两年 我在写作方面持续深耕 逐渐有了不错的成绩 今年同学聚会上 我本来也想跟朋友们 分享一下自己的成果 没想到他们听说我还在写作 立刻一副 亨铁不成钢的样子 你看普通人 有几个靠写文章出头的 让你找份专业对口的工作 但你就是不听劝 我只能笑着点点头 聚会剩下的时间里 我几乎没有在说话 记得人世间里有句台词 人 总归是要和自己相似的人 在一起的 你想的是创业 是实现自我 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只在乎活得精彩 而你的同学们 有些想的是体制内朝九万五 有些追求的是有权有权 当你们离开学校 从此没了交集 读年后再次面对面坐下 只会因为三观的相互倾压 而彼此心力交瘁 在这世上 不是所有人都会始终和你 活在同皮片海里 一场看似热闹 却话不投机的聚会 以后没有必要 也不想再去 三 告别老同学们后 我在回家路上 跟现在的朋友小杨 聊起了微信 放下聚会时的拘解 我们谈起春节时看过的电影 还有年后共同的出游计划 将近两小时的路程 我俩你一言 我一语 很快就过去了 相比之下 同样是几个小时的同学聚会 太过漫长 太过难熬 而为聚会发起的寻聊 也从大家一起走出饭店包厢后 很快就不再有新的消息谈出 多少曾经无话不说的关系 至于微信里的一句 有空再聚 不是你们曾经的关系不够体验 只是彼此都遇上了 更适合的朋友 网友职人毕一后去了深圳 跟原来的大学室友分隔两地 每次跟同事出去逛街 回家后 他都会给室友打个电话 他觉得只有这样 才能在结交新朋友的同时 不会疏远了老朋友 然而有一天 他和室友刚聊两句 对方就随便找个理由挂断了电话 后来他还和室友 还参加过一次同学会 才发现 大家基本没了共同话题 于是他在同学聚会结束后 再也没给对方联系过 心理学家吴志宏 在深度关系中提过一个概念 叫做阶段性有益 在人生这趟火车上 所有陪伴都是阶段性的 有人上车与你同行 就有人下车同你作别 一站自有一站的遇见 一成也自有一成的风景 乔布斯告别了自己 在苹果公司的搭档沃兹 才得以在皮克斯 遇见自己一生的导师卡特莫尔 徐小平在离开大学同学 兼合伙人云敏红后 才遇到更适合自己的创业伙伴 从而在投资领域拥有了更好的发展 莫愁前路无知节 人生处处有相逢 不必挽留一个转身离去的人 也不要执着一段 渐行渐远的关系 大胆向前 别怕走散 岁月总会让你在合适的时间 遇上最适合与你同行的人 很赞同这么一段话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本质上是相互筛选的过程 你和老同学日渐疏远 不是曾经感情不深 而是如今彼此不再疲黑 当一段关系 需要用聚会时的打趣来烘托气氛 需要低头看手机来缓解尴尬 默默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是所有友情都能天长地久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告别 又不断遇见的过程 走过聚散无常的匆匆岁月 我们也终将遇见 那个更加成熟的自己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